往下看,免費的這個版本,大家已經掌握住了之後,我們再來看 其實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關鍵字 有沒有 你會想為什麼Google很會找啊 對不對 不只是掌握會找,圖片也很會找啊 那我們用找的盡量找什麼? 加個福利的 對不對 我們用起來比較好嗎? 因為我在簡報那邊提供給大家的,也都是 就應該說都是福利的 那麼絕大多數的福利呢 它都是可以用在就是我們這種教學非隱密使用上 那甚至有一些它可以用在你的所謂的商業行為上的 也都可以 所以你用這個找,也可以找到很多 假設你只是要單純的就是簡報的那個背景 因為簡報有好背景,顯示比較OK 微軟的你用久了,一看就知道那是微軟的 就是比較沒有特色 那我們再往下走呢 這個這個影像圖庫也很重要啊 對不對 因為我有了一個美美的一個背景之後 還需要有一些素材來幫你美化,你簡報裡面的 比如說你可能看到我一開頭不是有這些東西嗎? 對不對 我就隨便找一找啊 找到了就把它丟進去啊 總是比你只有用這個,不會我用下面這個畫好嗎? 下面這一列我相信大家 而且是用久了,這一列應該都不會忘記它吧 office裡面叫做什麼? 匯圖工具對不對 他也是一樣啊,名字不太一樣而已 那我們往下走,你們看一下這裡 像這一個的話呢 一樣123,把它摳起來 來,那我們就到這邊來 你們剛才有人進來這邊,沒看到這個 你們如果有收到信,它就在下面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OK 我們到這邊了,這個呢 office up也是一樣,全部都是免費的 你可以從這邊比較popular的去看,也可以從這邊它有分類 那你就看你要的是哪一類,慢慢的去找 找到你要的 連到大碼都有 所以 反正 我們用的很高興 這樣最重要,而且又能夠幫大家派上用途 除了這種,比較屬於click up就是那種 圖以外呢 一般這樣的點陣圖,這個一樣可以拿來當什麼 剪到的背景,做一些適合的 所以你可以再找一找 我想這個很多啦,那我比較常用的 我是比較常用這一家的 為什麼我想要比較常用那一家 因為他們家的,除天都很大張 我們一般有時候在網路上找那個小小張有沒有 8打600一定是7288,但是這個面就算不錯啦 可是呢,這上面你朋友找到的圖片大角 可能都300,400,500,甚至600,700都有 好,那 這樣子的這種 就是那個遊戲檔案的話 如果有些萬日打師有需要 比如說你要做律印的時候 那這個就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以面上呈現的檔案是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如果說你可能有一些其他任務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可以拍上用場 好,所以您可以從這邊看到 像這裡 假設您可以看那個最新的 然後Tuck的 好,假設你要這一張,我就點過去了 進來了 那您看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這邊 好,它有license 您另外看沒關係 我們要看的是解析度有沒有 1332x1012 有沒有比較當一點 這個還算小的 事實上您還可以打到很多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所以 您可以去找找看 不一樣的 那這樣直接下載下來 就比較方便 你看 轉進來就有沒有23363504的 對不對 不過真的,因為那個比較popular 這個都是不是跟設計有關的 就是 比較漂亮的 所以你都會看到這一種 但是我們不管它 你就是打到它上面有解析度比較大 這樣再來找是比較OK 這個是 我會比較常用這個網站的一個原因 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另外下面還有很多 我們還要的就是一些小圖示 比如像我剛剛講的前面的 所以您可以去找一找 比如說像我們在這邊 這裡 像這個地方 圖示也很重要 怎麼樣吸引大家來看 那這些圖示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對給大家的都是什麼 都是PMG這種格式 請問一下大家有沒有用過PMG這種格式 是呀 PMG 不論是 只論是JPG GIF 對不對 這兩種比較常見 可是JPG有很大的缺點 它並不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是以壓縮式的 所以你越存 就是打開之後越存 打開之後越存 打開之後越存 打開它越來越差 而且 假設你看 假設我們有這張這個 你看我把它複製 複製圖片 如果我直接拿到我的簡報裡面來用 我把它貼上 請問這個有沒有透明 沒有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有簡報的背景 如果你是一個照片的話 你貼上去 好像 大狗有感官有沒有 不太快 那也許有機會來說 我記得 我們在那個 Office裡面 好像有一個設定透明的工具 那這邊有沒有 我記得好像也有 好像也有一個設定透明的 這邊比較沒有 然後 我看看 這裡好像沒有看到 因為在Office裡面有 好 那怎麼辦 你可以問那個人 剛剛是去做的 旁邊會怎麼樣 氣氣恰恰 白臉 不好看 所以一樣的圖 你看我把它下載下來 download now 另外它在跑的過程 我先問一下老師 老師知道創用CC吧 創用CC 我走錯地方了 你們都沒有 那也是跟自然軟體有關 有相關的概念 創用CC也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要引用 比如說老師也要寫論文也好 還是說你有一些圖片 文章 甚至簽譯你要引用的時候 才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剛剛去的那些地方 他們都有講 他有道歉 我的授權當勢是用哪一種 你可能沒有示威大而已 我找一下給你看 創用CC是在這邊 否則應該是在素材區 因為像我們在跟排球講 你們都要講一下 這個叫創用CC 老師我進去去找一下 因為台灣也有這個 有專門在講這一塊的網站 他講得很清楚 只要你不要他們很模糊就好了 OK 老師這樣知道什麼叫創用CC 因為這個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 那這個呢 我先讓他去下載一下好了 我把畫面先傳給老師 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剛剛所介紹的那幾個 先找看看 這些圖庫其實有很多的很不錯 那等一下呢 我再跟大家介紹這個PMG的得序 所以我找另外一個叫ICON FUND 這個呢 也是一樣 你找到這個 如果你不想要 就是 直接找方便字 你就用這個找 也可以 有時候我去找一下那個比較大的 像這裡有 我就點進去 我就看到很多 很多圖 慢慢你看 有一些像都有陰影的 假設你要這個MPMG 嗯 把它點一下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存下來 OK 好了 現在我已經存好了 那如果我要拿來這邊用 怎麼用 有兩種方法 一個你就從這邊 我們在簡報裡面 是不是可以從這邊從檔案 這是標準的方法 那偷懶的方法 你就從外面叫進來就好了 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已經看到這個圖了 在這裡 按著拿來這邊 不要放開 丟上來 再放開 有沒有進來了 當然我比較人性化 好 但是重點是 來 我把它放大一點 這裡 你看我拿進來 有沒有 六鏡都是六鏡 旁邊有一個白白的嗎 沒有 而且陰影會很漂亮 你看 我們在這邊的話 檢視的部分 我把它稍微再放大一點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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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比例 這樣 右下角 這裡也有 你可以這樣看 沒關係 你看 有沒有發現它的陰影還在 知道PMG跟這PG差在哪裡了吧 因為PMG網路上 你會看到那麼多 就要不經過這樣 而且各位平坦老師有沒有看過蘋果的電腦 都蠻漂亮的那個圖有沒有 因為他們都是PMG 所以這些圖示 為什麼會流行跟這個也有關係 因為看起來都很可愛 而且真實度比較高 那你用這種單字 如果擺在這邊 是不是一樣OK 不會像這種 看起來就很礙眼 所以這個是您在使用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格式 那我們盡量去找的就是 免費了 又有這種所謂的PMG格式的 那我們再用的話就會更方便用 因為這個太多了 所以我想免費圖庫、範本 我們大致上先講到這邊 對的 剛剛那個下載下來的 那個簡報範本 我把它打開一下 給各位看 我把它解壓做一下 我們這邊沒有追蹤一盆 OK 你看它打開之後 有的範本它會提供你 就是裡面的圖片面上再給你 那有的是只有這個簡報的檔案 有沒有 有的是有簡報的檔案 那這裡呢 這個我就不用了 拒絕 OK 那你看呢 我把這個簡報打開 這個你用這個 或者我們用一般的標準的 或者我們用一般的標準的 都一樣 你打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你看有沒有 一月、兩月、三月、四月 對不對 那如果你只喜歡一、二 後面就不要用就好了 對吧 好 這樣子 就 老師在這個簡報的時候 就會有什麼 一個好的開始 好的開始很重要 對不對 好 那老師就請您去找看看 您可以試看看他們的PMG PMG真的很重要 好 好